你有没有好奇过 心理学家是怎么研究人的心理问题的呢 请在一分钟内回忆一件事情 随便什么都可以 请在三分钟内尽情回忆你的前任 学文写诗 前任 忘得差不多了 作为一门科学 它和物理 生物 化学等学科一样 都使用着一种严谨的方式来做研究 那就是实验 如果阿姨一直都误会来怎么办 就按铃铛你看 可是这些实验的工具 看上去有那么点古怪 15分钟内你们要说服一名异性与你们配对 你可能想象不到 心理学家们一直都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来研究关于幸福的问题 为什么是幸福的问题 每天在想要不要成功 会不会成功特别的紧动 其实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今天是一些你很有办法 爱的朋友都比我有钱 你怎样对我的孩子都好呢 这代人什么都没把世界都塌掉了 难道你不想幸福吗 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会把两个人的情感 看得就这么多重要 我曾经很幼稚地觉得说 全世界的女生都会经历这种事情 然后就会就是我很相信她 一段幸福的婚姻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空间和时间 我今年28岁 我觉得她一直都很重要 只不过之前我没有意识到 妈 看这些都是你的儿媳婦 妈 还无自由之后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好像欲望太多 肉体有跟上吗 从我怀孕的时候到生下她 孕儿书已经换了一本又一本了 那到底什么是对的呢 我怎么能在这样子一个变化当中 教育出一个好孩子 我很庆幸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价值不是有一个这样单一的数字定义的 我们两个人的版图是 我们不会止步于说 我们是不是要拥有一个80平米的房子 我们是想拥有一个更具有想象力的生活 那你现在幸福吗 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当然我希望更幸福 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们在专业的指导下 搭建了一个幸福实验室 并把他带去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邀请了上百个素人参与 哇 舒适的环境 私密的空间 而我们在暗中观察 嘿嘿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给他们挖个坑 准备好 大家先说 我们从后面对他们 快走快走 没问题有事 快走快走 下去下去下去 你按我 说这个像一个婚姻的牢笼一样 然后有一匹野马怎么了 要冲破牢笼吗 是不是看不太懂 根据盖尔沙布里算法 出轨的问题其实不存在的 没关系 还有专业的心理学家们 远程观察 帮我们解读实验 金钱能够帮你买到幸福感 如果叫条条大路图罗马的话 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 可以不那么焦虑 永远别觉得孩子 还没到时候讨论情绪 不存在所谓的 唯一的那个伴侣 83年我上北大心理系 每一个实验和每一个实验 我从开始做 我们一直就在做这些事情 通过每一个实验 然后每一个实验得出的结论 去让我们的幸福更往前一步 物理的手段 去研究哲学的问题 其实心理学已经解决了 幸福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以改变人民的幸福状态 为目标的技术研发中心 训练之后 然后去跟他去建立 议好了吗 快来和我们一起吃瓜看戏吧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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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